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8日星期六,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现在呢,这个福克斯新闻这个首页的一个醒目位置是什么标题呢? 是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会得这个新冠的,这个注射新冠的疫苗,即使他是free的 然后副标题是no shot,就是说这个不打针,这怎么回事呢?点进去看呢,也是比较这个令人震惊的 就是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呢,这个民调是Gallup Pol,就是盖勒普民调老牌的最有名的一个民调啊 他们呢是问了这个美国人,结果受访者中啊,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说 他们不会就是打这个新冠疫苗,即使呢,他这个新冠疫苗是免费的 而且呢也是被美国的FDA,就是食品药品局正式批准的,他们也不会打 而且呢,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不会打,这三分之一人是什么人呢? 用党派来看有没有什么区别呢?发现呢,这个党派呢,是最大的这个Difference Maker Difference Maker,就是那个区分大家是打还是不打,结果呢最不一样的 因为呢,有81%的这个民主党这个选民说他们会打 但是呢,只有不到一半的共和党选民,只有47%的说他们会打这个疫苗 我们知道呢,这个特朗普是共和党的 而特朗普呢,多次宣称这个,这个疫情呢,不是多大回事 而且呢,也说这现在其实用这个抢氯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科学家都否定的这些样子 他说用那些就行了,结果也使得这个很多特朗普的这个中史粉丝,共和党选民 他们也是坚决不打 而对于这个种族来说,是不是有什么区别呢? 发现呢,白人他呢,更容易打 而这个非白人,非白人他就是混到一块了 估计亚蝎啊,黑人啊,拉丁人全都混到一块 白人呢,有67%的人愿意打,就是差不多三分之二 而这个非白人呢,就是59%稍微少一些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疫情呢,是这个非洲裔的少数族裔的人 更多的是受到了这个疫情的感染 而白人呢,相对受感染的这个比例呢 他在这个人群中的白人比例是要小于在这个被感染人群中的这个白人比例的 所以说,白人相对来说呢,是受疫情冲击相对少一些 而这个非疫呢,是更多一些 但是呢,这个仍然是非白人群体更不容易打 我估计呢,亚裔肯定是最愿意接种这个疫苗了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就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因为啊,这个,我早就说美国抗议呢,已经完全是这个政治化了 已经成为共和党和这个民主党斗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议题 也成为了这个特朗普能不能当选的一个关键议题 如果一个老百姓连这个新冠都不当回事 而且有疫苗免费给你打都不打的话 那他肯定是觉得特朗普这个治理疫情治理是这样的 那无所谓了,这很正常了 这个福奇博士说呢,说 现在呢,就算这个有了疫苗的话呢 也不知道他的这个efficacy是怎么样 我查了一下这个疫苗的efficacy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vaccine efficacy 它呢是,如果这种疫苗出来的话 在这个,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个免疫的话 那么能够在,就是跟那些不接受疫苗的人群相比呢 他能够把这个疾病减少多少 比如说,呃,这100个人接种了 然后接种疫苗,呃,最终呢是只有30个人感染的 而另外100个人呢没有接种疫苗,有60个人感染了 那就说明他这个,呃,这个,呃, vaccine的efficacy有效率呢是50% 因为他能比另外一组的人要减少这个一半的人感染 呃,所以这个,即使是福奇博士说,说就算是有疫苗的话呢 呃,我不知道会是有50%还是60%有效率 呃,我希望呢他能有75%或者更多的有效率 但是,这个有效率是98%呢是不太可能了 所以,我们就算这个疫苗的有效率大概算成是,呃,百分之,呃,66%吧 就算是三分之二 那么美国,呃,有三分之一的人不接种疫苗 那剩下三分之一二人,三分之二人 我们就算他全都接种疫苗了 如果剩下三分之二人呢,他也只能有百分之,呃,三分之二有效率 呃,这个也不太好算了 呃,就是说你剩下那三分之二人呢 那也并不说一接种疫苗完全就是,呃,肯定不会得了 他只能有一部分是有效的 比如说就算是比较高的比例吧 一半人是有效的,那还是剩下有一半人 要么不接种疫苗,要么接种疫苗了 本身也没有效果 呃,所以呢,这个美国的疫情呢 估计呢,一时半会儿 不会是这个 有好转了,也不可能是 更别说是这个消失了 我估计呢,年底之前能出疫苗都不错了 尽管特朗普说 他非常乐观呢 就是,呃,10月3号大选之前能够出疫苗 就算出的话 像我刚才算的也是 有一半人呢,他是 这个,呃 仍然会感染 就是你接了疫苗都没有 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接,不接受疫苗 呃,所以真正美国疫情过去呢 估计还得 一,一两年吧 我们就耐心等待吧 呃,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迟迟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